美国联准会周三宣布 将自11月起开始缩减每月购债规模 并预计在2022年结束该量化宽松措施 但同时也表示 目前高涨的通膨将证明是 暂时的重申央行不急于升息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表示 欧洲央行明年极不可能升息 这与广泛的市场预测相反 市场认为最早会在2022年10月看到升息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次长提名人 艾斯塔维兹表示 将积极监管对中国的科技出口 先前延后批准投票的参议员科顿 预计也将不再反对任命 李长荣化工总经理刘文龙昨天表示 配合台积电等主要客户需求 将投资47亿元 分别于美国亚利桑那州 台湾中部科学园区新设电子级 义丙纯产线 两个新厂年产能各3万吨 预计将同步于2024年量产 届时融化EIPA产能将相较目前倍增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